我不想读书其实是我心里得过 来自高雄市茂林区的小玉 推着坐在轮椅上的82岁祖母 由于兄姐很早就离开到部落 出外读书就业 在家里就剩下她与祖母一起生活 但因为小玉后来必须前往山下 寄职学校读书 加上通车不变只好选择住校 但休学期间除了家中经济状况不佳 没有办法补习提升学业能力之外 又担心祖母独自一人生活 多重压力让她极度萌生 修学念头 但祖母部人小玉担心 最后放弃学业 鼓励孙女还是要以学业为重 其实不只有小玉这个个案 根据慈善机构针对辅助季职生学习状况调查 因为经费不足造成学习困难就占了43% 而季职生最担忧的则是学业跟经济各占了29% 而在台湾生跟66年的慈善机构 而在台湾生跟66年的慈善机构常年关心季职生生活 也将启动无穷世代募款计划 期盼募集三千万元助学经费 帮助更多技职生完成学业勇敢绝梦 接着我们在LuluTime室采访不到